梁佳加油 梁佳加油 南少组合李昂 王岐霖准备步入会场迎战八强 但二边都是其他国的应援声 虽然最后顺利击败泰国组合闯进四强 只是比赛过程真的好吵 关键在隔壁场有地主队现场鼓奏吵杂声很大 就好像在雅加达亚运遇上地主印尼 王岐霖赛后也开玩笑说实在很想问 能不能借抗噪耳机 声音太大影响沟通跟气势 李昂说其实靠听的可以判断棘球风势 但八强赛完全听不到球的声音 四强赛又会再度强碰丹麦 担心场边又出现干扰 王岐霖就喊话下场算是欧洲主场 希望有多点人一起进来加油应援 只要有一半就赢了 我以前都跟麒麟讲没有确信只有实力 所以他们自己心里的调试 包括对那种各种环境的那种调整 那是球员自己要去 所以我一点都不担心 不止羽球 周筹项目也是小林同学男单八强赛 碰到地主法国的勒布朗 场边加油声也很大 甚至连网球一姐谢淑薇在超级抢食阶段 也示意大家给点加油声 在后就透露是因为有小孩哭声 才要改变节奏 毕竟台湾在奥运没有主场优势 只能尽速调整自我状态 避免干扰 TVBS大运动家 跟运动迷一起竞技的电行 马上下载跟中华队一起all in